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而且过年期间 先祝大家牛年行大运 牛转乾坤 所以已经到了牛年了 可以说是经过了非常辛苦的 也是瘟疫年里面相关的 庚子年里面的辛丑 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庚子年真的让大家觉得多灾多难 不过我这边提醒大家一件事 接下来叫做辛丑年 那么庚是代表更替的意思 新是代表有一点辛苦或者新奇的意思 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件事 今年来讲的话也没有那么顺畅 我想虽然是过年期间 我还是把这个所谓的 未来所听到的天干地支 先跟各位来做报告 同时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亲爱的投资朋友 股销市场有的时候虽然是过年期间 但是该讲的话还是要讲 而且有些也是很现实的一个状况 所以无论如何 请各位今天耐心的听指挥官 跟各位来提到 扭转乾坤 靠自己 而且有另外一句话 各位应该听到很懂吧 牛迁到北京还是牛 或者牛迁到河边要不要喝水 那要看牛自己的想法 所以明年我认为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所谓转积年 那么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也会起起伏伏 没有错 还是一个多头 但是这个多头的状况会有一些改变 那么怎么样去掌握这个所谓重要的一个新奇的心 新丑年的心 其实是新奇的意思 怎么去掌握这个新奇的一个未来的一年 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请各位一定要好好把每一份 你应该要珍惜股票 还有每一份要掌握的资讯要给掌握好 希望所有朋友能够跟上指挥官的一个脚步 而且呢 等一下你听一听 有很多理由啊 我不会是对牛弹琴吧 如果我对牛弹琴的话 那不得了啊 请各位一定要加油啊 不过今年牛是吉利的 就是说我对你弹琴的话 请各位也要知道说 这是为大家好好不好 来各位注意 散户赚不到钱的理由 其实第一个理由是什么 我必须要这么说啊 牛年以前牛年以后都是一模一样 第一个愿望实现得太大了 哇我希望这个行情两万点 放空了说我希望这个行情四千点 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什么四千点两万点啊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你要先问问看这个礼拜 你能不能赚得到钱 这个月你能不能赚得到钱 才能决定这个年能不能赚得到钱 你一年有十二个月 总要有十个月赚到钱吧 你一年有五十三周 总要有五十周 至少要四十周能够赚得到钱 所以你是不是每一周的时候 去算算看 你到底有没有赚钱 这叫做阶段目标 没有人小学没念完 说我直接要念大学的 没有人说小学考六十分 说我大学的时候要当博士 你要不想解我的意思 所以所有的股票 一定是有阶段目标的 我认为啊 牛年第一件事情 牛是一步一步的走啊 你也没有去断定每一周 你到底有没有去结算一下 你的老师或你自己本人 到底在这一周里面有没有赚钱 有哪些股票是强势股 哪些股票是弱势股 弱势股你抱着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啊 所以我经常讲说所有朋友其实都一模一样的 有的人呢那么顺风顺水的怎么做啊 不管牛年鼠年他就是一路能够顺风顺水 有的人怎么做到最后怎么会觉得自己赔钱呢 我真的讲句实在话一点 我只要各位我们要各位跟工作一样 你每周去对一下你的账本好吗 所以为什么我这边强调的是 不管这个行情冲到两万点 其实我们以前也是一样 从一万两千点各位比较熟悉啦 后期就从一万两千点拜登起算好了 我也是每一周每一周跟各位来做结算 一月份我也是每一周每一周跟各位做结算 那么你只要选择的是报强势的股票 那么基本上你就能够享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 往往每一周啊不要太多啊 每一周只要能赚15% 一年接近八倍耶 我说这是人家问我来回答的财富规划 你要抓住最热门的 行情就算只有三分之一在涨 只有四分之一在涨 那也叫做热门股啊 热门的业绩提债股啊 只要抓到什么 两到三支涨停板 那么区间停立的话 你就可以短线长线每周结算一次嘛 那你如果看空的人 你必须要说看跌停板嘛 但是我这么讲一件事啦 原则上来说的话 现在还不到那个情况 但是我的意思是 掌握住这个价差 每一年下来的话 七到八倍耶 你各位想想看 我跟各位讲 圆月行情啊 圆月效应 光是这四个字 圆月效应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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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每一周有计划 每一周来结算 这才是各位你做股票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态度 你说对不对啊 不是那一支股票说 啊我报了半年 它终于涨上来了 我问你一件事啊 不好意思讲说分析师讲这个话 你相信吗 为什么我说我不相信 因为分析师每一集的节目 我们公司是连电视台都一起算进去的 分析师每一集的节目都要付给电视台费用 他半年来只有一支股票会涨 我问你一件事 就算你好了分析师怎么活 分析师自己赔死了 对不对 赔五个月的节目费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什么 有人跟你讲说 你看我这支股票 报了多久了 报了半年 然后从这边涨上来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听听就好了 那你愿意套前面的六个月吗 所以我常常讲说 能够起涨的时候 再来做不就是最好的吗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啊 那么看到转折你不敢动作 自我设限 等一下我们再跟各位提到 自我设限是今年非常明显的情况 我都是这样子跟各位讲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跟上指挥官只有一个好处 全市场上面 在鼠年只有一个人告诉你 16202 从14000就有人给你喊保守 但是只有我跟你讲说 从14000 从拜登当选一定会拼到什么 拼到16000 因为基本上 他每一次进场的时候都是涨了1.5倍 每一次进场都是涨1.5倍 第一根大家抓不到 第一根大家抓不到 但是后面有1.5倍 1.5倍答案就是16202 你听指挥官的 最起码你可以从13969点算你14000好了 到16202之前 完全没有回头 完全就是在一直做多 我真的不好意思讲 虽然节目上不能讲赚钱 这样可能赚不到钱吗 我就直接告诉你 你这样可能赚不到钱吗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股票市场里面 大盘所决定的是未来的方向 你一定要先能够找到一个 真的能够扭转乾坤方向的 注意哦 接下来会有一段非常重要的一个盘整时期 跟中期拉回 但是方向我一定帮各位抓好 很多人在多头的时候就没有信心 结果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去追 然后来回操作又拼命叫你低接 那是错的 亲爱的投资朋友 结果你看我怎么做的 我说拜登当时我就先帮你设好拜登概念股了 拜登概念股当然是跟IC设计有关 因为美国的总统川普 以前的川普不希望他们做IC设计 那么拜登一旦宣布当选的11月5号 我说如果拜登当选的话请你记得 我之前就告诉你 世新科技是最明显的一个规划人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来第一招先讲 我问各位一件事 股票市场要怎么做 买在人家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卖在这个愿望实现的时候 那拜登当选为什么跟IC设计 特别是世新科有关系 第一个我们跟各位提到说 如果你是跟上黄敬哲的 基本上来讲的话 第一个就算你没有的话 大概已经有人告诉你说 这叫军舰纠结 这是第一个点 11月5号 拜登一旦宣布当选的时候 大家会认为说 哎呦川普把他压下来 为什么 川普限制这种所谓的5G方面的一个IC设计 还有所谓HPC的IC设计 结果他拜登一旦放出去的时候 当然先让他涨上去 大家希望拜登跟中国大陆和谈 有没有 所以第二次元月份的时候 又开始上来 又开始一路上上来 各位 抓到一个领导的股票之后 包含了他的一个附属型的股票 你看到没有 我们这次抓的是这一段 三支掌 4968的利基 你看 我这常常跟各位讲说 注意哦 什么叫牛啊 人一定要能够抓住牛头啊 你不要以为只有牛头牌杀茶匠 新春期间指挥官讲个笑话给你 你不要以为只有牛头牌杀茶匠 牛一定要有牛头 你把那个牛头找出来的时候呢 那么很多股票啊 整群的牛就被你掌握住啊 这一加起来的话 我就这么讲一件事啊 一加起来十一十二支掌停板跑不掉啊 这是高价股这不是低价股 五百万的十一%十二%那是吓死你 十一十二支掌停板那是吓死你啊 那等于五百万又赚了五百万 然后方法只有一句话 你看到没有 买在什么 拜登当选 那个时候人家会怎样 做梦啊 开始我觉得说 哎呀 只要拜登一旦当选的时候 我的IC设计会开放 卖在什么 拜登说好我现在就认了 就认之后呢 大家要看看说你到底是不是有啊 是不是有正式去开放啊 结果呢就开始了 拜登说哎哟现在共和党在反对耶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呢 这是我用一个理念跟各位提到 股票市场里面 为什么指挥官往往领先大家 我在这边讲的时候你说老师 什么叫拜登概念股 你看到没有 其实成功的人事前做了很多准备 到了这边大家猛去追 哇942那有人喊四星一千 有人喊到什么 等一下我们要讲这件事啊 当市场上认为他没有希望的时候 你要买 当市场上大家追上来 认为希望非常足的时候 买在不好时 卖在全面看好时 哎呀拜登一定会开放5G啊 拜登一定会开放HPC啊 拜登一定会开放创意啊 我真的讲句实在话一点 拜登当然是不是会想开放 我不是拜登我不知道 但是很多人有那个拜登 跟习近平先生合照的相片 说他们一起去北京吃小笼包 有没有 他当副总统的时候是干了这个事情 没有错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 当他当了总统的时候呢 对不起下面要面对的事 跟川普 川普也占一半的共和党的议员 跟一半的选民啊 所以他就做不下去了 他就没那么快开放了 所以接下来大家慢慢看到底有没有开放 所以目前的IC设计还是维持一个横向整理 横向整理 不要说我没告诉你 我告诉你的时候是483块钱了 但是我认为最好的情况就是这样子整理 整理完之后开放了再上 如果整理完之后没开放 你自己看着办 各位看到没有 指挥官家族是不是这么做 所以鼠年行情牛年行情里面都有一句话 买在不好时 卖在全面看好时 扭转乾坤真的要靠自己 等一下还会再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掌握这两句 非常具有哲理 甚至呢我觉得讲归讲 但是你要看到这个分析师 是真的示范给你看 等一下我就真的再次示范给你看 怎么样达到一个股票里面 非常明显的一个所谓买在大家不好 卖在大家看好 而牛转乾坤 你就能够掌握住这两个要诀的时候 你就能够真正打扰牛年行大运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牛奶运转财富狂奔 运达头顾祝福大家 新春佳节天福又天才 运达头顾新春贺喜 全面50%加1 全面50%加1 速破阵线02-2781-0909 2781-0909 周周其努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涨停涨停 再涨停 运达头顾黄老师 九大标五要领 专挑起掌 第一支掌停板 分担货力 再进再出 短线保护长线 周周拼价差 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市场唯一 生计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 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阵中 时间密码 当冲加颇短 双向获利 刷在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股票市场 大家在学习 大概最简单就是什么 价量 KD 那我自己大部分用RSI 我也跟你说 那大部分就是用 再多就是用K线 其实我跟各位讲一件事 如果你是我的学生的话 我第一件事情 可能教各位这个 叫做什么 标股九大要领 因为这个呢 就能呈现出所谓 KD均线 K线里面 相关的会涨的股票了 等一下 我们再讲一次好了 但是现在呢 标股是往上的 各位看到没有 均线纠结 对不对 这叫均线纠结 各位看到没有 我们举过很多例子 来跳空 跳空 跳空回撤 均线纠结 跳空回撤 等等这种情况 那这里又是个均线纠结 又涨上去 但是呢 重点还有另外一件事 重点在于说 那涨涨涨涨涨到什么地方 你该要退场的呢 请你注意哦 其实我真的很想交的 叫做资卷藏宝图 这个还被拒台湾 我直接点名了 过年虽然不点名 照点名啊 拒台湾盗版我的 那融资大增 融券大减 往往就是这个行情里面 非常大的一个信号 资减券增是起涨 资减券增是起涨 从这里又连到这边来 然后资增券减 这是第一个阶段 资增券减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资增券减 到这个地方就问题就大了 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件事情哦 所以请大家 那么一旦到资增券减的时候 各位注意 你看到没有 在1月27号的时候 融资增加6% 融券大减17% 融券大减17%什么意思 去年有人从一万点 从9000点一路给你喊空 我真的是想不出来 到底是用什么理由喊空 唯一喊空的理由可能就是 他想等到有一天跌下来的时候 比较好收会员 但是呢不能让会员从9000点等到那边 因为没有人等得到 你等到那边财产都已经充功了 你放到股票市场被嘎掉就是充功了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融券减了17% 少了多少 19万张啊 19万张至少代表一万多个人 放空是赔光啦 各位看到没有 融资增加6% 糟糕了 融资增加融券已经减少 表示这样空投认输啦 所以股票市场有一句话叫做 空投不止 多投不死 对不对 但是空投已经完蛋了 那多投在这个地方当然要开始做拉回了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融资又一路上上去 所以接下来会反向形成什么 融资太多 融券已经没有了 所以产生融资多杀多嘛 那融资多杀多里面修正是两个方式 第一个是先修正到月线 月线附近因为月乖离已经太大了 那么其实过年前我讲月乖离已经达到最近7% 也就是你在那个时候 一万两千 一万六千两百三十八年买进的时候呢 你已经比每一个月的人平均多了7% 比每三个月的人平均多14% 所以过年之前把这个所谓的月乖离给做修正了 但是请你注意 接下来可能还有14% 是在所谓季线上面的修正 所以16202到 你看到没有指数进度整理 我真的看到这张我非常的欣赏 非常的欣赏 因为这个一整理下去那不得了 因为往季线整理的话 那叫做中期整理 中期整理我就必须要告诉你 有些股票真的会变成这种空头三件 有些股票真的会在这个地方产生所谓出货性质的现象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看到没有 我们做得好的我们也直接跟各位说了 各位看到没有 来跳空回撤 是不是符合标普九大要领 然后一支停板 然后两支停板 这个是什么 电动车特斯拉概念股 你可能不是很熟 买一台特斯拉你就知道了好不好 干脆过年去买一台特斯拉 或去看一看 那个哄哄哄 那个扬声器就是他做的 所以特斯拉概念股 我们先抓住五支停板 包含了红海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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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个电动车的题材 各位记得一件事哦注意 电动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 但是呢做出来的没有 股票市场虽然有梦最美 那个希望香水 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 什么时候是做梦时期的股票 什么时候是业绩时期的股票 我认为电动车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部分在做梦时期啊 所以突然之间来了一张大订单了 拜登说什么 我65万辆车 联邦政府的电动车全部能电动化 我问你一件事啊 红海做出来没有 还没有 有没有车子去卖 没有 特斯拉一年只全球卖了58万辆的电动车 特斯拉全部拿去卖给拜登 也不够啊 现在我就假设一件事嘛 假设就是说今天假设你的产量 只有一千瓶的牛奶 结果咧 我们蔡英文总统说 我要给你买两千瓶 那是你一千瓶牛奶本来就有客户 你升得出来吗 你也升不出来 你说那蔡总统等我两年吧 这两年就要拉回了 懂我意思了没有 我把它简化一点 你这样能够听得懂吧 同样的一个比方 所以各位啊 拜登要讲的这个事情 至少特斯拉也要三五年之后才能够完成啊 那请问一下这个是利多还是利空 当然叫做利多出尽嘛 所以是不是又是下车的时候了 今天教你两个拜登的下车哲学啊 而且呢有些东西你要注意到 那么往往到了这种所谓资争劝检的时刻 你看龙圈为什么会停损 因为听到很好的消息 因为这些会去放龙圈的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句话 你可能是以消息面为主 因为涨多就会拉回 我相信你大概看不懂资券八大药 你看不懂指标啦 那这个时候还会追上去的 原则上来说的话 大概也是看新闻很热 但是新闻很热的时候 你需要像指挥官这样有经验的 来给你做检查 各位啊 你看像那个时候看到什么 1月26号看到松翰车用晶片接单 哇 听不对啊 实际有没有写错啊 松翰不是什么耳温枪晶片吗 松翰不是什么家电晶片吗 松翰不是什么 松翰不是电脑晶片吗 怎么车用晶片也是他啊 你们觉得这个情况 这有点奇怪啦 天底下有这么厉害的晶片 什么东西都能用啊 结果呢弄了半天 那支黑K棒 那支K线是让你上去追上去 隔天马上摔下来 这是请问一下 这是进货还是出货的新闻 亲爱的投资朋友 像这个1597的值得 一开始说 哎呀不得了 大力光现在要接中阶的晶片了 所以对它的机器人运用会比较好 那我问你 大力光现在是好还是不好 当然是不好的啊 它高阶晶片接不好了 那你说它下游会有多好 哦看到没有 一样的道理啊 别人机器人你也机器人 别人的机器人可以坐电动车 你能坐吗 有没有看到 人家什么电池也来了 所以有些利多真真假假呀 我没有一个一个时间 去跟各位报告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可能更重要 这是什么 这是台积电的ETF啊 好多人都说台积电啊 哇去年是什么 户国神山啊 我说讲句最实在话一点的事情啊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台积电 我现在要直接告诉你 世界第一名有的时候往往就是最辛苦的时候 你看那个戴智英打羽毛球 他只要打不好人家都知道 打第一名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懂我的意思了没有 同样的台积电那个时候第一名 哎呀大家觉得很棒 然后ETF一买买了买了买了53% 还有买72% ETF都买上去了 那还有什么买盘啊 该买的人全买的啦 而且呢 你还记得一件事吧 我跟各位提过说 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那么各位看到没有 那么有人来找台积电要晶片 找联电要晶片 连我们的经济部长出手 包含世界先进 包含6770的这个立基电 那么只能增加2%到3% 表示怎样 而且他还说 我会把我的员工掉下来 24小时加班 那不得了啊 24小时加班只能增加2%到3% 表示怎样 台积电的产能全部用完了 表示怎样 表示你放完假之后 回来看台积电的营收 我可以拍胸虎讲 我认为台积电的营收 它成长可能只有一点点 它已经告诉你了嘛 它已经告诉你了嘛 这就是跟那种所谓的很多啊 包含各位看到没有 像这个啊 万海宣布说什么 那个哇 船舱没有了 货舱没有 我直接买船 结果呢 从那天开始啊 三大航运股就一路跌下来 为什么 因为没有船反而报价会上涨啊 有船的时候报价反而会拉回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今天来我还是跟各位讲说 我会提前来上班 提前来上班的时候请你注意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提前来上班的时候请你注意 过完年之后 不见得 行情是往上涨 我相信你现在看了 所有的新春节目 都可以讲 行情明年很好 跟我选股往上涨 我认为啊 行情回来之后 你还是要做持股体检 它可能一口气 跌到提灯楼 也可能一口气 跌到扫墓啊 过年讲这个不好 总之你要记得 我跟你讲这句话 但是没办法 有的时候该讲就是要讲 你真的有算过会跌到哪里吗 你有去算过吗 大涨3758 8点之后 拜登当选大赏这么多的时候 我认为我还是做多 但是是回党完之后 千万不要你断头 或深度套牢的时候 那被我逢低成街 欢迎各位 牛转乾坤靠自己 高出低进一定要做 高出低进才是一头聪明的牛 欢迎各位跟上财富指挥官 跟上真正聪明的牛 祝各位牛年行大运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